天热没胃口的时候一定要试试这道丝瓜酸鲜汤 汤鲜味美真的好好喝 先准备一个嫩嫩的丝瓜削去外皮 再切成滚刀块就可以了 再把大虾处理一下 然后准备一块嫩豆腐 煮汤选用嫩豆腐口感更好 大虾加入葱姜蒜给它爆香 爆香之后放入丝瓜 再把丝瓜给它炒香一下 第二碗锅中加入滚烫的开水 这样煮出来才会汤白味美 然后把豆腐放进来煮三分钟 加入盐 鸡精 胡椒粉 简单的调下味就可以了 出锅之前放入一把小葱 这样煮出来的丝瓜汤又香又好喝 特别的开胃 加了大虾丝瓜豆腐营养又美味 即光喝汤的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一下